各位朋友一直以来啊海外的这帮独轮运们 包括美国的一些政府机构都在树立说台湾是中国人民主的典范 美是民主吗是吧 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要能像台湾这样民主了 那中国大陆那给发展对吧 可是现在呢你发现了没有 美国的政府部门往往没脸这么说了 是吧 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一出 创造了游戏史上的一个奇迹 台湾的这些台独分子 我都说了嘛 这独轮运呢一般都是脑残精神病 精神的不太正常 这帮这个台独呢 一个劲的号召抵制黑神话悟空 抵制的理由呢也都是千奇百会 啊说这个游戏厂商那不是这个个人企业 那是中国的国企也不是他从哪听来的 那企鹅那腾讯是国企吗 啊这是大外宣的作品 说这个要什么呀 说台湾的公司啊 也被中国大陆啊 也进行了严重的打压 是吧 那个赤竹公司的还愿 从国外的平台被下架了 你等会吧 你从国外的平台被下架了 有中共的事吗 这里边好家伙 你看这台独都是他娘的偏执性的精神命 就是世界全被中共给控制了 是吧 呃好玩的作品啊 你比如说 那个什么爱尔登法环呢 啊现在这个特价还可以买二手的啊 要抵制反正是总归要抵制啊 呃这位说黑悟空基本上就是个愤座啊 愤座拿欧美游戏和日本的风格改的 啊 说一堆 这个女性角色 面孔是洋人 怪物是仿日本妖怪的 啊 还爆出了抄袭 好 这台独分子一般的都是偏执性的病人啊 你没法跟他这个辩论是吧 那说的都不是人话 这些人的心路历程呢 就是啊 说这个黑悟空做不出来预告片 那根本就是个动画 做不出3A游戏 四年了 项目大概率的烂尾了 试玩一堆bug垃圾啊 哈哈 评论区冲塔团建咯 这都是那些反贼啊 那些什么女权分子啊 销售能过300万就销高香吧啊 到处媒体营销烦死了 这就是游戏中的华为游戏抄袭战神之狼老头华 90%都是中国人买的啊 支那人才玩支游呢 制作者是反贼啊 怎么不出征啊 脑子被驴踢了吗 几年能到一千万算是业界奇迹 这样的作品能卖千万吗 中国的游戏市场真的烂完了啊 结局剧情烂尾了 虚幻武的引擎是你国产的吗 游戏大卖关你屁事啊 能分你一毛钱吗 最后呢一个个的全被打脸了啊 最后只能一句话 我又分我一分 分不了我一分钱啊 是吧 都是一群偏执性的精神病人 这些女性的角色 台独的精神病们 说他们是西方的面孔啊 那个脑袋有毛病 眼睛自然也会有毛病 是吧 那个海外的网友们纷纷惊呼 幸亏这是中国的游戏公司 根本就不屌 那个所谓的加拿大的政治正确游戏审美公司的 那种所谓的碰瓷 人家根本就不屌他 如果是给那个破公司花了700万 让他们给指导一回 那就毁了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女性角色 而不是这个样子 好家伙你看啊 如果是花了700万 游戏中的女性就没人样了 哎呀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 诸位 看见没有 所以说 没想到中国的这个游戏 还有这个功能 打破了西方的民主幻象和政治正确 还有这功能 连BBC啊 都是酸的 牙都快倒了呀 说这里边成功啊 争议啊 成功的确是成功了 还有外国的资深游戏玩家感叹啊 我这是被虐了吗 我从来没有打的 被游戏的人物打的这么惨过呀 我从来没有打的 这是孙大圣的邪恶的执念 著名的游戏媒体做了一个调查 黑悟空是否如您预期的那么好 说实话比我预期的还要好 是的好啊 但是我打的也很辛苦 超出预期是的 我必须说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都是西方的网友啊 绝对是更好的 这个游戏 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的 我认为是最出色的游戏啊 比我预期的要好啊 这是西方的这些游戏的玩家啊 真实的评价 99%都是比我预期的要好 太好了 黑神话悟空用了多少开发呢 用了四个亿人民币 那换算成台币的话 那就是20亿台币 是吧 馆长啊 馆长这两天也一直在直播 打黑神话悟空 他说了实话了 中国花二三十亿 做一个黑悟空震惊全世界 台湾一样花两百亿 做一个点面线 震惊他妈的全宇宙 谁能超越台湾的确 台湾就超音赶美干掉中国 的确 一个APP 两百亿 给你干什么 可以吃到热乎乎的面线 都爱吃面线啊 你妈的台湾 人家可以创造黑悟空 20亿30亿 我们10倍 我们做出个点面线 3A点面线 4滴了 你给下去 马上4滴了 面线 是怎样 大肠会换话 蚵仔会换话 3A大作 列线来了 我看到 大肠在打蚵仔 臭豆腐还跳起来 死雷胆绝招 还P3变身 P1 炸的酥酥的 P2 妈的嘞 沾的他妈辣椒酱 P3 辣椒酱之外 里面来放着泡菜 Oh my god 三阶段变身 是吧 3A大作 就是这么简单 馆长 200亿 200亿 十倍于黑悟空的钱 台湾 做了一个外卖软件 而且呢 功能还比大陆的 普通外卖软件 都差得多 谁做的呢 台湾民主的 典范人物 性别 你搞不清的 姓唐纳 是吧 他花了十倍的钱 做了一个啥玩意儿 党当局数位发展部门 自2022年8月成立至今 已将近5个月 因其预算高达200多亿元新海币 执行的业务 一直被各界观察与检视 1月9号 有台湾网友 忍不住发文询问 该部门已成立近5个月 还有被称为所谓天才的主管 唐凤带领 到底做出了什么数字成果 该贴文一出 立刻引发岛内网友热烈讨论 纷纷说 200亿元新台币点面线 告诉你 领6000元新台币 不会用简讯通知 就这样 还有网友痛批 台数位发展部门 本来想靠所谓 数位中介法 当网络东厂 结果计划胎死腹中 更有网友表示 劝你不要逼他们做些什么 等到他们开始做事的时候 大概也是我们言论自由 被限制的时候吧 而此前 为协助台湾地区 一个叫云士级的平台宣传 台数位发展部门主管 唐凤通过平台点餐示范流程 结果遭质疑 领了2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 却不针对资讯安全外泄问题 进行解决 反而要积极宣传外送平台 引发各界怒火 正事不干 居然去跟老百姓 抢着当外送平台 那你还很得意吗 居然拿这个东西来做大内宣 变成你最重要的政绩 感觉是跟Panda 跟UberE的抢生力 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治安啊 你搞这个 就觉得很奇怪了 你会不会画错重点 中国国民党亲民代 侯孟凯更痛批 台湾云士级 早在民进党成立 数位发展部门前 就已再运作 他质疑唐凤 是拿前人的数字 来美化政绩 不就更证明 有没有数位发展部门 其实差异并不大嘛 台独们没有想到 台湾的所谓的民主的美式幻象 让中国的一款游戏 给打破了呀 好家伙 这台湾好多民众都觉醒了 说这他妈的美式民主 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呀 那有人说 那不就是一款游戏吗 可是呢 有的网友就对比了台湾 还有中国大陆 这些年的这个发展 台湾的网友说 大陆一年一个突破 包括我们看看啊 下边一年一个突破的什么东西 电商互联网 淘宝系 京东 拼多多 腾讯 移动支付 支付宝 微信支付 无人机 大江 电动车 比亚迪 风电 光电 世界第一 游戏 黑悟空 原神 动漫 一人之下 大鱼海棠 长安三万里 影视APP 奥次元的文化 这个B站 爱奇艺 芒果 优酷 5G 华为 这个数码里边有小米 微卧 OPPO 基建 更别说了 网络文学有5.5亿 高铁网络 而且呢 现在还外销了 是不是 运动项目 这就不说了 好多项目 那个中国的金牌 是吧 航空 国产 919 这个航天 登陆月球背面 太空站 这个中国的 APP 成功出海 抖音 啊 还有海外的 这个拼多多 啊 所谓的圆珠笔头呢 早就攻破了 是吧 全世界 十大电池公司 大陆占6家 宁德时代居首 啊 外卖刨腿产业 最大的 世界上的集团 刨腿集团 谁啊 美团 饿了吗 啊 这时间久了 全面看不到 大陆的尾灯啊 台湾的民主 到底给台湾 带来了一些 什么呀 朋友们 所以 黑神话悟空 那我就说了嘛 是中国文化的一场 最成功的输出 中国网友感慨 没想到 黑猴子 还击碎了 所谓的 台湾的民主 美式民主 及西方民主的幻象啊 点个订阅 咱们下期再聊 没想到 上下期间 可能 才能